好 不过这个时候的讲话呢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预算要通过嘛 你想他讲话的这个时空点 正是呢台湾的立法部门里面 要通过F-16V的 就是说呢 就是说采购预算的时候 我如果告诉你说呢 这台的战机呢 面对呢歼20的时候呢 是居于下风的 他一定会问你说 那你还编预算干嘛 你还买干嘛 我要买 我花这么多的钱买 最少是2500亿台币啊 换句话说 严德发的讲话 只是呢变高就是说呢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采购的原因 因为防务部门首长 要合理化自己的采购 那必然的讲法 这个武器很厉害 是 第二个就是说 F-16V确实不差 虽然它是所谓的3.5代了 因为它还没有到 所谓的第四代战机 基本上面 它已经算是呢 现在所有的现役的F-16里面 已经是最强的一种 因为它在雷达系统上面来讲 它在电战系统上面 武器系统上面 大概都已经达到了 四代战机的水准 只是它本身 它终究是三代战机 自身的逆中性的不够好 今天如果它真的有机会 面对歼20 当然大家也不需要去想象那个画面 因为以今天F-16V 或者歼20的性能来讲 需要近距离一对一 缠斗的机会 大概不太会发生 基本上面都在试试据外 就解决了 它只是引导你去想象这件事情 不过F-16V本身 我们用毛雨盾来比例好 那F-16V大概是 它本身的盾不太行 因为它的逆中性不够好 不过它的毛还蛮厉害的 就是它已经装配了 就是说F-35 F-35的主动性的雷达 已经在F-16V上面了 那再加上 因为它的整个的电子系统 它对于所谓的歼20 对于来自于解放军的 这些逆中式战战机的 那个逆中性 它本身的主动性的雷达 本来就很有很强的 一个搜索的强度 可以弥补它本身 防护力逆中性不足的问题 就是我虽然很容易被你看到 但是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到你 这是F-16V在设计上面 对美国来讲 既没有办法马上把F-30给台湾 同时呢 F-16V的升级 又能够满足台湾当下 防务的需要 的一个平衡的思考 所以颜德发今天的讲话 他只能够这样讲 他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